人不多,我們很隨便聊聊天,有些問題就問,盡量解答你的問題 所以就很公平地聊聊天就行了,千萬不要取得真實 我這句話很認真地說,Level 3 一定要不要取得真實 這是Passing的重要技巧,不要太真實 看得起像Batman,Don't Why Be Serious 我這樣說,這是一個廢虎之言,因為我見過不少同學,CFA Level 3 太嚴重 太緊張,因為你很快會說,Level 3 其實挺看重你的臨場表現 如果有些朋友,我的朋友,性格很嚴重的話,到他就疼了,明明認識就不認識 我會說,所以都比較輕鬆一點 Level 3 其實整個 syllabus,你問我,只是輕鬆的,這是真的 不要太太 heavy,慢慢讀書 但不要用Level 1、Level 2 死記的東西,很享受這個 process 其中一件事,你犯了Level 3 的 syllabus,是小過Level 1和2很多次 小很多次,就是看書 所以其實就是輕鬆鬆的,每個例子獨立一點,就 pass 出去,快快去搞定它 我會詳細說 這是我,我在2010年開始教CFA Level 3 其實看到 syllabus是改變的 應該這麼說,其實我講錯了 CFA Level 3 很奇怪 其實 syllabus是沒有怎麼變的 其實我十年前,我考的時候 和現在,老實說, syllabus真的不是差很遠 那些東西我還手熟眠的 是考試形式變了,這樣會不會再說話 其實它 syllabus是不變的 我每年都打算它轉身,轉身,轉身,搞新意思 它每年都不搞 所以其實,我經常都說,一些人沒有理由 CFA Level 3 幾次 因為,就算你完全不懂得考考的事情 考第三年都不懂了,反正都幾個三次 但很奇怪,的確有人肥老,肥三次 就知道大家聽一些horror story 所以我的見論就是,可以輕鬆一點 不要那麼stressful,太多人肥也是stressful 明年的考試就是6月3日 星期六 跟1和2一樣 是小早3個小時,下早3個小時 沒有怎麼變 重要的分別就是這裡 其實L Level 1,2,3,每年都搞新意思 每一個L Level都不一樣 記得,L Level 1就是MC 題 之後早120題,下早120題 那些題目大部分都是independent L Level 2開始item set 有一組題目,之後10組,下早10組 那 Level 3 下早和 Level 2 是一模一樣的,都是10組題目 每組六條 之後早就不一樣了 之後早就叫做 他用一個術語,叫什麼constructed response 對我來說 就是simply 我的assay questions 就是問一些assay 那換句話來說,你就會寫一些東西 用紙、用筆寫一些東西 那,In fact L Level 3 早早 唯一的情況,你用原字筆 因為是容易自不捨的 所以這些我會再講 很快就講個syllabus 如果你問我 三個level裡面 最mix sense的syllabus 就是L Level 3 一同二的syllabus 你問我 我教CFA這麼多年 是越來越mix sense 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這些東西 讀到什麼 L Level 1和2 到底是什麼 What's the point 我經常問這個問題 What's the point 當然了,我要教 但其實你 尤其是現在 如果你命好 就在兩年前 考了L Level 1和2去 因為現在L Level 1和2的syllabus 是越來越瘋 根本上讀到一些東西 你不知道為什麼 What's the point 我做了一行十幾年 都不知道那要做什麼 但L Level 3 其實是一個很Logical的syllabus 是很Logical 基本上由第一課 到最後一課 是Step by Step Guide to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一個很mix sense的syllabus 例如問答問題 很簡單 譬如你經常都說 做投資 證監會打唱歌 投資第一步是什麼 什麼 什麼 這個錯了 你要答錯 這個答錯 不對 投資第一步不是回報 投資第一步是什麼 正確 對了 認識風險 對了 再詳細一點 認識什麼的風險 逆地而出 Imagine這樣 今天你是RM 你是銀行的RM 有一個客人走過來 想找你投資 拿白米美金打在桌面 那你要先知道什麼 對了 KYC 所以L Level 3 一開始就是KYC 不用聊了 是不是很mix sense 就是KYC KYC KYC完之後 就是KYP Know Your Product 所以其實Based on 這件事是mix sense 所以L Level 1到2 幾百倍的 它是一個storyline 其實是一個storyline 其實就是L Level 3的主角 也就是早上大約都考這些 我講過了 KYC 於是乎問 誰是你的client L Level 3很明顯 它是zoom了 那些是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 因為簡單來說 太chip的那些 你都不會幫忙 你都不會搞他 你都沒有時間去serve他 所以走過來的那些 通常都是high net worth 未必去到ultra net worth 其實它的setting 有一點是perfect bank的setting 於是乎走過來找你了 剛才講過 首先問你 你到底是 卡人分成兩大類 就是individual 和institution 待會我demo lecture based on institution 但當然 很大的部份是說individual individual 我講過了 幾個很普遍的需要 第一個就是退休 你有錢就退休 第二 再留意新聞 還有香港有錢人死了 有錢人死了 有錢人死了 就姓鄭的 不是留意這件事嗎 請問你 你分為去分為了多久 多久 你不知道 他分為多久 最後死了 蛤 幾年的嘛 為什麼分為幾年 先拔插素 有背景 CFV都會教這件事 對 分為幾年 然後不肯插素 為什麼 對 還未分身家 社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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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 順便說 社會計劃 社會計劃 現在香港面對第一代的富豪 大家都知道 開始一個一個走 大家知道了 開始傳統貿易 這個香港 美國 都是很大的題目 內地就沒那麼熱 因為內地基本上 都是第一代財富 來的 這個馬雲 馬化騰是很年輕的 有陪伴的 但香港那些 基本上都是日落西山 玩完了 所以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主大目的就是 estate planning 另外 ultra high net worth 基本上錢一定散開了 有些房子在加拿大 美國 在英國 於是乎 tax issues 到底 global tax 是怎樣操作的 當然 level 3 不是讀tax planning 但基本上 一些 concept 就是tax的種類 以及每個地方 一些不同的 抽稅的方法 都會講一講 另外一件事 例如先說 你高 net worth 當然要怎樣做 estate planning 裡面有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保險 所以都會講保險 trust annuity 這些concept 這個kyc 先說是individual 然後institution institution 我會再講 接著就是kyp 也有products 所以其實在這裡 這裡又會講 level 1和2 那些asset class 你看到 回來就是equity fixed income duitives 但在level 3裡面 都會講這些時候 不是做valuation level 3公開 大家是沒有valuation 沒有那些東西 沒有那些東西 而是應用 例如 fixed income 大家可以知道 很大的application 就是在保險 剛剛才提到保險 為甚麼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因為保險的 保險很長 asset 要配合 保險 接著 接下來的 topic 就是immunization 即是說這些幾個東西 不是怎樣去計算 bond price 那些幾個東西 接著你有fixed income 又怎樣 hedge 這些都是會講的 那equity 其實就是 怎樣去 passive management active management 然後另一個 topic 就是 譬如說到 execution unfortunately CFA的servibus 的execution 很舊 基本上 連high frequency trading 都還沒講的 現在就是high frequency trading 在level 2開始講的 遲些是update level 3的servibus 但這些都是 你真的execution 面對的問題 當然 這個部分我想說 香港有些難處 因為香港其實太簡單 美國複雜很多 香港簡單來講 一個交易所叫港交所 388 但美國很多交易所 每個交易所的trading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裏 有一個bird eye view OK 接著還有一件事 譬如是risk management 有一個 portfolio 講過如何risk management 這都是level 3的topic 好 passing rate 恭喜大家 大家都五十幾%左右 都是超過一半pass 當然 反過來問問題 為什麼只有半pass這麼少 基本上 大家很清楚 一件事 你熬到level 3 你蠢極有個譜 還有一件事 老實說 你考level 3 沒有人不認真的 你level 1、level 2 基本上 就已經熬得那麼辛苦 臨門一腳 你死都死了 所以個level 3的學生 都很認真 日以繼夜 日以繼夜 即日 都是讀書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 low passing rate 只有一半 我也有幾個解釋 第一件事 就是level 3 提到 portfolio management 其實是提到基金運作 in fact level 3 其實都不是那件運作 是說一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你聽過一件事 叫manage accounts 沒有 或者叫mandate 或者discretionary portfolio 你聽過沒有 聽過嗎 就是說一件事 這件事 你行裡面的人 我還拿九號牌公司 你知道什麼 你不是九號牌公司 你不知道是什麼 你不是九號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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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客人走過來 拿兩球美金給你投資 你替他量新訂做 portfolio 所以你不是做這一行 你去level 3 那些事 你不會明白他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主角 就是mandate 所以我以前 honestly 我十幾年前 我考了level 3 的時候 因為我還沒入行 還沒做 asset management 我做的時候 做 securities 我以為是說基金 我以為是說 fund 後來我真的幾年 因為我做九號牌公司 我做hedge fund 我才知道原來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mutual fund 不是說hedge fund 他是說discretion portfolio 我才知道這件事 想想一下一件事 如果不是這件事 要不要做 KYC 你做基金要不要做 KYC 你做基金要不要做 KYC equity fund 要不要做 KYC 願者上調 Based on performance 就是discretion portfolio 你才做 KYC 我要understand你的需要 陳先生 幫你讀了 portfolio 那樣東西才會有意義 以前我以前不明白這件事 現在我就開始明白 所以整個佈局 其實就是discretion portfolio 於是下一個問題就問 香港做這個人其實是很少的 正確來說 但這位美國是很大的行業 如果你有機會看 Bloomberg 你看 Bloomberg 經常說 經常賣廣告 有些基金賣廣告 四個trillion dollars under management 整個industry 這個就是其實他想說的 所以我說過 整個流程 譬如香港一般買股票 我們很難去說 剛才說 譬如香港投資的稅 香港從來不考慮這件事 香港投資是tax free 你different than tax free capital gain is tax free 但是你外國不是 外國什麼都taxable 所以這些全部是香港人 是很不熟悉的概念 是一些 foreign language assate planning 可以了 現在香港也很喜歡這套 assate planning 就是 private bank big big business 所以這些 裡面有很多東西 香港人相對不太熟 第二就是Writing skill Writing skill 這是一個很大的 Hot problem Level 1和2 MC題 MC題 你錯極有個譜 因為三個答案裡面 你做一個是對的 你哪個答對的 但是essay question 是open ended 就不能做open ended 你miss interpret a question 你就答錯了 你用了三個小時 寫一條題目 你無法記住一個point 都是沒有分的 因為它有一個marking scheme 這個就是難處 所以你一定要 其實材料很熟 譬如我這樣 我熟悉的話 我帶它去問什麼 我知道它問什麼 於是回答那些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你很多時候interpret錯了 你以為它問A 你回答B的話 你是對的 你是對的 問題是拿不到分 因為你回答 它不是回答那樣東西 這是一個問題 那些IPS questions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看一些例子 其實你問我 近年就淺了 其實我發現這個 也不是太擔心 近年是淺了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看一些舊的題目 以前考的那些 很多時候 題目是分上閘下閘 第一條 第二條就是IPS 簡單來說 就說陳生陳太 陳生陳太 陳生陳生年輕的時候 就有一個行業 去到前半局 就怎樣開始行業 下閘就敗家 就破產 那些是很長的題目 那些是很長的題目 那現在呢 恭喜大家沒有那些 其實現在的IPS questions 很短 20分鐘一題 15分鐘一題 十分鐘一題 就是幾樣東西 所以很長的題目 最經典的題目 那些是很長的題目 我告訴大家 就是一條Pension題目 那一條是35分鐘的題目 是由A到G Part A到Part G 就是排隊 一條一條就做下去 但是近年都沒有了題目 近年那些十幾二十分鐘 十幾分鐘一題而已 近年的題目 聽數會變短的 還有呢 基本上你很快做完就下一條 下一條 這是最近年的Style 所以IPS questions 現在是淺了 接著講技巧 我想其實跟Level1和2差不多 唸題目要小心一點 那些題目要熟 那些題目要熟 那樣東西 這個字都是Level3很大的特色 Level3唯一一個Level 是有Release舊卷的 是Past Papers 所以你在Google Search 已經找到 你找不到也不要緊 我有的 不用擔心 而且你的前輩都有 全部都在這裡 如果你是Candidate 如果你是Level3K的地 你的帳戶裡面 就是Lock in CFA的帳戶 應該最有三份 最新的那份 是2016年 剛剛考完 2016年 是明年一月才Release 一般來說 所以現在 勸大家快點Lock in 下載三份 那三份就是15 14 13的那三份 如果明年到一月 下載 他有三份 就會限制了 1999那份 新一六年那份 那你有三份 為什麼呢? 這個Style 都轉得蠻厲害的 這幾年 其實每年 CFA最近都搞新意思 我給你一個例子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Level1和Level2 他考試的題目 是跟回Study Session sequence 就是打一份卷 第一份 一題一題一定是ethics 然後就是cons econ accounting 然後數下去 這個是Level1和2 很久以前 Level3都是這樣走的 都是這樣走的 於是你打一份卷 下週 ethics一定是下週考的 ethics不會上週考的 所以第一份 所以 你早上打一份卷 第一組題目 一定是individual IPS 就是很多年都這樣做的 通常會考一些behavior finance的東西 就是一些biases的東西 大概幾年前 for some reason 他轉的題目 全部都混亂了 所以第一份卷 第一條是equity 跟著就是risk management IPS 放到第六、第七條 很奇怪 這個就是 所以你不認識舊卷 你不知道這件事 是轉了的 所以你看舊卷 你會知道 還有呢 大家知道這套叫做CFA Curiculum 這本東西 這套是什麼 我想問大家 都老實說 一同二 你有沒有看 你轉頭就正確的 態度正確的 Level3 更加不好看 因為這套東西 跟他考試是兩回事 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說這件事 但是考另一件事 你看舊卷就知道 你再看舊卷 就知道考什麼 這個也是原因 你再看舊卷 因為他只有舊卷 幫你準備好考試 你考到Curiculum 胖了十八歲 都還沒通過 因為這份東西 說的東西 和考的東西 是兩個世界 這裡是Chibus 說兩件事 去考你那件事 以下 我就給一個Demo Lecture 給大家感受考試 首先第一件事 你犯了一件事 Level3相對 是independent 一同二 但當然 一同二 大家知道是indir-related 很多二的東西 比上一 Level3是相對分開的 但有一個例外 例外就是這裏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你是否留意這件事 CFA 是很喜歡說pension 他不說會死 為何這麼說 留意一下 Level2 有很大的項目 pension accounting 其實Level1 開始說pension 如果你不知道 Level1已經開始說 基本上是一個 off-balance liability 開始說 introduce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這裏 最後的finale就是這裏 考試裡面一定會有 起碼一組的individual 起碼一組的pension 一定會考 sorry 不是pension institution 一定是一組individual 一組的institution institution裡面 其中一個 差不多年年都考的 就是pension 原因是這樣 大家留下來看看 整個institution 是study section 6 只有兩個reading 一個就是matching institution investor 這裡會說general pension 保險公司 foundation endowment 這些幾個 請留意第二個reading 第二個reading 第二個reading 就是linking pension lapid asset 只有兩個reading 這兩個reading 其實第二個是說pension 什麼都不說 你不考pension 怎麼考第二個reading 你不考pension 怎麼考第二個reading 整個institution 只有兩個reading 你考的機會很大 你不考pension 怎麼考這個reading 所以正常來說 就會考pension 然後帶下去 其實很多時候 他會考兩個institution 一次過考兩個 那就做些比較 ok 這些就是你要懂的institution pension foundation endowment insurance long life 和銀行 這個就是curriculum裡面的institution 銀行呢 是從來未考過的 所以你讀這套東西 讀餐夢 是浪費時間的 銀行是從來不考過的 我說從來是三十年內未考過 我不相信你第一個 那保險呢 考很少的 是有考的 考得不多 life有考 nonlife time 也考很少 很少考的 life呢 最上一次應該是大概2010年左右 因為我不知道上年是否考 今年是否考insurance 但是上一份full exam 是2010年 那剩下的 其實主要考三個 讀熟 這三個是常考的 那這三個裡面 那這堆institution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的 是分成兩大類的 一類就是asset only 一類就是alm asset liability management 請問大家 pension 是asset only的alm pension是asset only的alm pension是asset only的alm foundation和endowment 就是asset only的 所以很多時候 他會一起考的 一個case上面有兩個institution 就比較 就是他很想知道分泌在哪裏 那回到level 2 pension是兩大類 define contribution define benefit define contribution 就是MPF 或者also 公司就按住 某個agreement公款 然後你就決定怎麼投資 那將來 錢多一點的話 就 生活得好一點點 投資不好的話 就是你的造化 這個問題 那 define contribution 其實是不多考的 那麼久 考一次而已 他就問 define contribution 有什麼好處 有些好處 就是他有什麼好處 考這題而已 其實就完全沒有數計 他就問 define contribution 有什麼好處 其中一點就是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portability define contribution 你轉工容易很多 因為基本上是跟你的名字 你轉去其他公司 大家知道 香港MPF是怎麼行的 那define benefit 你一轉公司 是打七折八折的 它是會打一折給你的 就是你拿不足的 所以 define benefit 基本上是鼓勵你做終身的 外國的結構 他鼓勵你這輩子 幫你打工第一輩子 那define benefit 那就是我們的主角 記得一下 在Level 2裡面 他告訴你 當員工簽了那張contract的時候 就會開始 公司答應了他 隨著員工去做一些 providing service 他就會accrue了一些benefit 公司就要honor你的benefit 就是in the future 請問大家 這個benefit 對公司來說 是asset還是liability 這個對員工的benefit 的promise 對公司來說是asset的liability 是liability 這個就是Level 2的主角 那Level 3 就說鏡頭另一邊 如何manage asset 去meatliability 就是鏡頭的另一邊 OK 所以pension benefit 就是個liability 這樣就可以了 而公司 就會invest一些錢 在pension asset裡面 去try to meet the liability 這個portfolio return 是公司的risk 因為這個portfolio unlikeMPF 是under公司的 是他屬於公司的 不是屬於個投資值 不是屬於employee 是屬於公司的 請問大家 剛才說過 公司會答應讓你一輩子的 於是這個promise 是取了liability出來的 這個liability 叫什麼名字 是的 thank you 就是PPO 所以你的目的 就是投資資金 那個asset 要大於PPO 這個就是你的投資目的 invest objective 就是你的asset 大於liability make sure 那個plan 是funded的 如果otherwise 就是underfunded的 那就不是太好的 所以如果題目問你 投資目的什麼 make sure 那個plan funded 就是了 我投資的return 要cover那個shortfall 那當然 實際上的return 又視乎到底relations between asset and liability 因為如果 假設你的asset 現在呢 是大於liability的話 那你的required return 就不用那麼大的 因為你已經大於liability 反過來 你的liability 是大於asset的話 那你就加加 可以多點risks 去try to make up a shortfall 那就是似乎公司的情況 好 看看這裡 在level 2裡面呢 有條formula formula是這樣的 就是pension expense 就等於呢 service cost 加一個interest cost 跟著呢 就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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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ervice cost 加 interest cost 那跟著呢 就是expect to return on plan asset 老實有什麼問題 這個sign是正 是負負 還是負 是加還是減 那就是問題 加還是減 不是計數 放心 沒有數計 那就是減的 這個就是pension expense 它就說 如果你投資得有道 你跟投資者說 我expect return可以很高的 我利用很高 高到地步 這個terms呢 是大於頭兩個terms 現在你的Pension Expense不是正數,你的Pension Expense是負數 什麼叫Pension Expense是負數?就是Pension Income 即是你的Pension Plan是幫你Generate Income出來的 Pension Plan不再是Expense,是Income 如果你投資得好的話,就給了你效果出來 即不是Cost Center,是Revenue Generator 這樣才是精彩 下一個問題就問,到底Exactly 到底我要多少Return? 因為在Level 3裡面,還有Quantification 你說你Return多少,到底Exactly多少? 我答案很簡單,回到Level 2 你記不記得Pension Plan Pension Plan隨時會越來越大 記不記得Pension Plan隨時會越來越大 就是PBO PBO的Growth Rate是多少? PBO的Growth Rate是多少? PBO有Growth Rate的 Growth Rate是多少? Discount Rate 因為你要Discount Rate 所以他就說,你的required return,起碼要比discount rate大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你的required return會沽得比你的asset快 如果在一個情況裡面,就算你現在的plan is overfunded 很快就會 underfunded,你的required return會沽得比你的asset快 所以其實required return很簡單,就是你的discount rate 這是考過的,他問你required return是多少 答案就是題目給你discount rate 那discount是放在某些地方的,題目在哪裏 你找出來的就是答案 記住,因為你的PPL怎麼算呢? 是將來拿給你discount今天 所以鏡頭反轉的時候,馬力就越來越大 那增長速度就是你的discount rate 那我就看幾點了 那我講過了,公司有一個pension plan 那有些員工可能退休了,會拿錢出來的 那到底那些pension plan 到底那些錢是哪裡來的 pension plan的錢是哪裡來的 答案不外乎兩個source 一個就是investment return of asset 那如果你10%的話,required return 就一定support 10% 但另一方面就是come from a contribution 從那個sponsor,即公司的公款 其實理論上,兩邊都要做的 因為你其實不夠規定的,required是不夠的 因為理論上你都要有新的員工加入的 那些都要公款的 但這裡講到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required夠大的話 你required夠大的話 連公司的供款都不用了 就蓋上那個shortfall,那就好 所以其實對pension plan的return好的話 是對公司的cash flow有幫助的 因為你可以少放一些錢 在pension plan裡面 那這個就是考試 每年都考過的東西 就是這張sat 其實很簡單 近年都越來越簡單 那他會問一下問題 就是什麼影響到risk tolerance 什麼影響到risk tolerance 影響到risk tolerance 影響到risk tolerance有幾個重點 有幾樣東西 那這些其實很多 跟individual不太大分別而已 講到individual你都明白了 請問你 你越有錢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越小 你的net worth越大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越小 你越high net worth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越小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 那怎樣測試 一個pension plan的大 那怎樣為大呢 人的net worth 在pension plan裡面 有funded status 所以A-L 所以A-L越大的時候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 就是跟人沒有分別的 記住 在level 3裡面 他不需要解釋為什麼 你只要observe 就可以了 就是說一個pension plan 當然反過來 如果Plan本身是underfunded的話 那ability risk越大越小 就是等於你沒有錢的話 你整身債的話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越小 一模一樣 看看這兩點 其實是一樣的 他就說 你公司本身沒什麼債的 和公司賺錢 即是很profitable的話 那你的ability risk越大一點 如果你本身沒什麼債 和你的profitable的話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 那這個跟人一樣 我問你了 你有工作沒有工作 在什麼情況 多一點 就是這樣 所以你越profitable的時候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一點 跟人一樣 跟你的ability risk一樣 OK 那接著呢 就是講你的age 大家知道 你age越年輕的話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 Dimensional age of the pension plan 就是這裡的 那就是到底那些員工的 平均稅數 簡單來說 你的員工很年輕而已 有段時間都還沒退休的 那變成相對來說 你的ability risk越大了 於是就多了 於是就多了 反過來 你是一個殖洋行業 基本上不會聘請新人 是讓人全部死掉 於是你的ability risk越大了 反而你的ability risk越大了 反而你的ability risk很大 那其實跟人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得了退休和還沒退休之前 這樣而已 好 那最後一點我想講一講 講這一點 有兩個pension plan 一個是高民的 一個是co-cola 哪個pension plan 可以take多點risks 一個高民 一個co-cola 哪個pension plan 可以take多點risks co-cola還是高民 蛤? 是為什麼 對 這麼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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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就是Collation 由於COCOLA的Business跟Pension Market沒有大關係 所以想想一件事,想想經濟不好 想想經濟不好的時候,Pension Pendant又會跌,因為你的Equity又會跌 公司就要供款,要填一個Gap 如果是COCOLA沒問題,經濟不好的話,你的Cashful也很強 因為你基本上是賣可樂,跟經濟沒有大關係 但如果你是高民,就不是了 現在的Market很麻煩,跌了下去 你要供款到Pension Plan,因為Plan Under Funded 但這個時候,正正是你最沒錢的時候 因為你的Business跟經濟有關係,是Highly Coated 所以現在你沒有能力去供款 所以結論就是COCOLA的Pension Plan可以多些Risk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他會考的地方 剛才提到的,他很喜歡考 在IPS裡面,其中一個重點就是Restore Return通常很少考,通常考Restore 另外一個就是Liquidity 近年,很喜歡考Liquidity,就要計算 他會給你一個Case 第一年裡面,有些錢進去,有些錢出來 但事業都散開了,找一些資料出來 雙減就是你的Liquidity Needs 在Level 3裡面,Liquidity Needs的定義很簡單 就是Net Cash Flow,Inflow Minus Outflow 那就是Liquidity 所以題目裡面有些Inflow 譬如舉例子 雇主會供款100萬 或者是員工也會供款 Outflow當然就是 Contribution to 員工的退休金 這些都是給員工的Benefit 雙減就是Liquidity 就是Liquidity Needs 最後再說一件事,Move on 那我就結束了 在institution裡面,其中他很喜歡考的概念 就是segmentation 譬如在Pay Pension裡面 segmentation就是Between Active Life 和Retired Life Active Life就是在職員工 一直在工作,不需要做Benefit 亦可能很年輕 另一批就是退休員工 叫Retired Life 那一批在捉Benefit 其實兩批人的Liquidity不一樣 一個是在捉錢 一個是不捉錢 甚至很久都不用捉錢 所以其中一個很想你認識 就是由於有兩個群體 在Liquidity裡面 所以理論上 你要兩套的asset 去遇到Liquidity In fact,這個 就是這個topic的主題 就叫做Linking Pension Ligibility to Assets 就是這個主題 就是因為你有兩種Ligibility 所以兩種asset去配合它 當然這裡就說pension 其實另一個很相似的topic 就是保險 大家知道保險公司有很多products whole life,term life 然後universal life 你比我熟悉了 那些其實每一個都是Liquidity 既然有不同的Liquidity 保險是一樣的 你有不同的asset 撿回這些Liquidity 所以一樣是說segmentation 這個是近年比較喜歡考的concept 這個是近年比較喜歡考的concept 好,時間關係我停在這裡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問一下 第一個問題就問了 沒有問題也沒關係 有問題問 不是,絕對不是 有時候很奇怪的 其實有些計數題 下集MC搬到樓上考都可以 for some reason No IPS一定有 尤其是有兩組IPS 所以大概是50% 那裡之後差不多一個小時 即六分之一的考試 其實是IPS 六分之一 但是之後那些就散開 例如Fixed Income Fixed Income 可以是Essay Equity少考一些 另外就Capital Market Expectation Wish Management 那些都可以用早上考你的 有時候情況是這樣的 它的情況有時候就是 即明今天是計數題 下集考不問題是計數題 但它終於早上考你 變成那些題目有些困難 就是你答錯你不知道 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老實說下集MC題 你答錯你會知道 答案三個都沒有 你就是了 但早上考就大件事 你答錯 有時候 如果你那天 情緒不是太... 即是你那天 如果控制情緒不是太好 你會很不舒服 因為如果提到答錯 MC題老實說 一般來說 你答對你會知道 答錯你會知道 答錯你會知道 答不到答案便會知道 是錯 但問題你是MS 怎知道答錯 你不如常常都說 我早上答錯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技巧 但回答你其實是... 另外一個很大的題目是 Behaviour Finance 那裡大概20分鐘左右 那些是SA question 所以加起來差不多差不多 整個半小時 剩下來就不知道了 即是... Fixed income 通常會考一題 就是早上考 但Fixed income 往往其實都是計數題 只不過是用文字去考你 Equity 就近年考小一點 早上考小一點 那... 那... 譬如他有一條題目很精彩 譬如他簡單去問的問題 他有個基金 哪個... 有三個index出來 他問你哪個benchmark最好 哪個做benchmark 他就解釋 然後你給我一個 justification 就是那類題目 那其實就...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話 兩三個point便會得到分的了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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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racking error 因為... 是high correlation 那就是答案 因為你的benchmark 和你分的 是high correlation 如果是low correlation 怎麼做你的benchmark 所以你答式答案便會得到分 那些都會之後再考你 那些是之後再考不及 很有趣的 其實都幾... 你問我Level 3 都幾... 很多題目都幾... 他... 他幾... 有些題目都幾... 有些事情... 因為我做這行... 我做九號鞋工 我做master management 對我們來說是common sense 有些人不明白的概念 你就會有些困難 那句例子是一條很經典的 我想問大家 韓國... 即南韓 是emergent market 還是developed market 南韓是developed market 即是emergent market 還是developed market 南韓 是emergent develop 南韓 到底... MSCI 將它放在哪個指數裡面 是developed market 還是emergent market index 答案呢 是emergent的 答案是emergent的 它是emergent market 南韓現在是 總之... 起碼我最後出了這樣 那次問問是這樣的 放在emergent market 對投資者有什麼好處 放在developed market 對投資者有什麼好處 他就問這個問題 他裡面有... 其實... 他裡面有一個題目 是說benchmarking 有一個很大的題目 講了幾次 那... 他就問這類 其實你知答案 會很快答出來的 那... 對投資者來說 一個不好處 對於developed market 就沒有利益 因為韓國 跟美國相對沒有利益 低利益 就是那個不好處 就沒有利益 但好處當然 可以增加... 對於好處當然 有多些opportunities emergent market 一般是return大一點 放在developing 放在developing index emergent market index 上面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concentration 因為南韓是太大 一家samsung... 如果你看回 emergent market index MSCI emergent market 最大的 是samsung 所以如果你放下去 你的samsung 就會多問了指數 因為samsung 真的很大 所以他就想你 積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一行 你看到Bundberg 都知道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講到這些東西 但如果你不是做這些 行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不可能 但你問我 老實說 level 3 不少 如果做這一行的話 很多都是common sense 其實你會猜到他問什麼 好,那我就把時間交給Christy 好,那我就把時間交給Christy